职业妇女是社会的中间经济繁荣的动力 由专业跟优质职业妇女组成的台湾国际职业妇女协会 2023年10月21号在台中市清新温泉饭店 举办台中市第二分会成立活动 由林秀芬担任创会理事长 现场有超过300个贵宾到场祝贺 并且颁发会期跟当选证书 在明年我们会推动一个推展SDG的活动 那我们会在这个活动里面 我们扮演的角色就是我们会捐赠国资图的图书 可以有一百本 那希望就是借由这个图书的捐赠 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 什么叫过联合国永续经营 台湾国际职业妇女协会总会长郭寿珍 今天也特别到台中市出席这场盛会 郭寿珍说 台湾国际职业妇女协会 结合了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 希望透过各种活动 让姐妹们一起团结努力 我们社会会长的影响之下让我看见 因为他在文化界真的很有影响力 所以他让我可以用比较低一点 就是比较优惠的价格 然后让更多的学子更收到 就是收到更多的领悟跟收获 那在这里谢谢大家 台湾国际职业妇女协会 在2008年成立台中峰会 因为收到众多职业妇女的肯定跟欢迎 会员越来越多 因此在今天成立台中市第二峰会 希望能够贯彻协会的宗旨 以推动各项公益活动 促进社会的安定 幸福跟繁荣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陈锡珍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